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看这家人成名之后生活有什么样的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第三段第一句话先说 The rise to fame was swift 就是这家人成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成名非常快 这个句子咱们刚才见过 来自于动词Rise to fame swiftly 然后后面说了 Television cameras and newspapers carried news to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就电视摄影机和有报纸呢 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 就是把它看出播出了 咱们这句话中首先注意一个动词carry 这个carry在本文中并不是去背一个东西带一个东西 它表示to publish or broadcast a new story 就是刊登或者播出了 就出版或播放一个新闻故事 一个新闻报道 所以在这刊登或播出的意思 这个地方不要把它翻译成背 背或扛或运 但也是把这个消息给大家 让大家都知道 从抽象含义类似 咱们看一个例子 All the papers carry the story the next day 转过天来 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轰动性的消息了 都刊登这个故事 你像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去世之后 转过天来 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个事 这个carry在这些刊登的意思 好 我们把这句话来复述一遍 就是电视射醒记 就television cameras 还有报纸 newspapers 那么把这个新闻 就是这个播放给了这个国家的 每一个人 就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复述一遍 Television cameras and newspapers carry the news to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好 重点注意这个carry 再来一遍 Television cameras and newspapers carry the news to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稍后句子 当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的时候 电视 摄像机和报纸 把这一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当我们用win充具就好了 赢得了主办权就win the right to host 什么什么 主办可以用动词host 就主人那个名词当动词来用 然后把消息传遍全世界 把这消息播送给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了 用本文中类似的结构 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当 when Beijing won 一般过去是 the right 这个权力 什么呢 to host 去主办 the 2008 Olympic Games 这时候怎么样呢 Television cameras and newspapers carried 注意carry the news to everyone 世界上 in the world 就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句话 先看时间状语从语 when Beijing won the right 赢得这个权利 什么呢 to host 注意这是主办 还是动词 the 2008 Olympic Games 2008 Olympic运动会主办 全的时候 怎么样呢 Television cameras and newspapers 电视摄像机 还有报纸 就播出了 看出了呗 carry the news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传遍了全世界 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重大的这么一个事 就好了 好 那么这下呢 这家人生活就改变了 你看后面说了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fer the family huge sums for exclusive rise to publish stories and photographs 这样的话呢 这个报纸和一些杂志呢 就给这个家人大笔大笔的钱 为了什么呢 为了能够这个获得这个独家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 就是有关出版他们家的新闻呢 还有他们家的一些照片啊 哎 你给我们 我给你大笔的钱 你就别卖给别的出版社了 有这个意思 这个huge sums 就是huge sums money 大笔的钱嘛 那个off money被去掉 这个exclusive 哎 这是重点词 这个咱们好好看一看 这个exclusive这个词啊 叫做独家的 或者独享的 就是我一个人用 别人不许用了 这个 你看我们可以跟那个inclusive 包含的包括的同时机 那把那ex去掉 换成ion inclusive是包含的包括的在里边 这exclusive ex表示外边 把外边关到外边了 把这东西关到外边 exclu CLU 这个字根就像那close 像那关闭 关门的意思 把他关到外边去了 ex在外面吗 关到外边 所以独家独享吗 我自己用 把你们都关到外边 是这个意思 那么关到里边呢 是包含在里边 inclusive是包含在内的 他表示available or belonging only to particular people and not shared 就是可以得到的 或者属于的 仅仅是某一群人 而不给 不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独家的或独享的 就是这么一个形容词 常见搭配有很多 你比如说 exclusive access 就独家的使用权 或独家的 这个能够进入的权利 这个access 我们知道 可以表示进入 或者接近某个人 某个数的权利 独家的使用权 或独家的 这个接近他的这个权利 或者独家权利 干脆用exclusive rights 独家的使用权 叫exclusive use 这都行 叫独家的 或排外的 这个是独享的 看一些例子 they have exclusive rights to market drug in Africa 他们可能是 特约经销商 怎么样呢 他具备独家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 在非洲市场 来出售这种药物 别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是独家的权利 叫exclusive rights 这个market在这 不是名词了 所以名词是市场 做动词呢 在市场上出售 就是我们独家 在非洲市场出售 去出售这个药 别人没有这个权利 独家权利 再来说 the road is for the exclusive use of residents 所以这个路呢 这条道呢 是居民来独家使用的 独享的这个使用 别人不许用 这当地居民才能用 这是他们的特权 exclusive use 就独家的使用 还有我们常见的 在新闻业常见的 里下exclusive report 就独家的报道 独家的报道 就是别人呢 都没有这个权利 就我们有权利采访的 我们在报道 跟他类似的 还可以用exclusive coverage 这coverage也是新闻报道 也是独家的报道 还有类似exclusive interview 独家的采访 这是就我们一个采访 他别人他都不接受 只接着我们采访 当然我们给的钱多 独家的是这么一个 同样的咱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Tune into your exclusive coverage of Wimbledon Wimbledon是著名的 Wimbledon网球比赛 Tune in 就是调到我们这个台了 这既可能是电台 也可能是电视台 是调到我们这个台 来看我们独家的 对Wimbledon比赛的独家报道 独家报道 就别人呢 都没有这个报道权利 只有我们的独家报道 这Tune是调台的 Tune in 就调到我们这个台 来观看我们的 Wimbledon比赛的独家报道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搭配 叫是什么什么所独享的 这个用的也多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叫be exclusive to 就对他来说是独享的 这个是不许别人用的 是什么什么所独享的 这个也行 我们看例子 This offer is exclusive to readers of the sun 这个this offer 这个提供的东西 可能是廉价产品 或者一个什么 优惠券等等等等 或者一个打折 这个东西 怎么样呢 是指 是我们散太阳报 独者所独享的 别人呢 都没有这个权利 这个东西 只给我们的独者 be exclusive to 是什么什么 所独享的 所独有的 好 本文中呢 就是 他们给这个家庭 大笔的钱 就发财了 就是来独家报道 这个事的权利 因为别人都喜欢 读别人家的故事嘛 第一段有交代嘛 所以这个报纸好卖嘛 就这个意思 另外呢 不光是这来钱 还有很多热心的一些百姓 听说这事之后呢 给他们寄礼物 你看下句话说了 gives putting in not only from unknown people but from baby food and soap manufacturers who wish to advertise their products 并且还收到了 大量的礼品 咱们看看 礼品怎么来的 咱们看一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 gifts poured in 这是句子主干结构了 就礼品 这个礼物 就是大量的涌入 这pour是倒水的意思 哇 把水倒进来 涌进来了 这个from 是状语 从哪来的 拿弄力和bud 还是固定搭配 不但而且 我们说了这个bud 不能翻着但是 得翻着而且 因为它前面有拿弄力 固定搭配 那个also可以去掉 不但来自于未知的那些人 就是陌生人 就是他们听说这事之后 寄了很多礼物 来庆祝这个事 而且还来自于一些婴儿食品 和婴儿一些肥皂的一些生产厂商 婴儿皂 为什么 这是哪一厂 我们家定义从具修饰 这个生产厂家 制造商manufacturer 对吧 他们希望能够宣传他们产品 对吧 我们寄来这个礼物 你记者拍照片 会把我们的礼物一块拍进去吗 大家看报纸的话 不就等于做广告了吗 希望能够宣传他们的产品 好 首先我们看这个pull in 我们知道这个pull 这个词本来表示倒水 pull in就涌入 就类似中文的涌进来 涌入 这个经常跟印搭配 咱们看一些例子 letters or complaints put in 投诉信 大量的涌入 像滔滔洪水一样涌进来了 投诉信 我们再看中国地震 在汶川地震之后 在新闻报道里面 donations put in for the earthquake victims in China 这个捐赠品呢 如洪水一样涌入了 都涌来了 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那些中国地震中的受害者 给他们大量的捐赠品 世界各地 这个源源不断的涌来了 叫pull in 可以这么说 但这个in在这是副词 如果要非要到 借此涌进到什么里面来 或从什么什么涌出去 那就都用借此或借此断语了 比如说涌入 叫pull into 涌出叫pull out of 这个后面可以加评语了 因为into和out of一定是借此或借此段语了 比如说 crows poured into the stadium 人群涌入了这个体育场 叫pull into 涌出呢 就crows poured out of the stadium 就好了 就涌入和涌出 如果是不加宾语 用副词 那pull in就好了 那涌出的pull out 就不加那off了 就行了 这个来自哪里 来自baby food and soap manufacturers 来自婴儿食品 或婴儿肥皂的生产厂家 制造商 这个制造商呢 who wish to 希望怎么样 宣传他们的产品 我们看这几个 常见的跟产品搭配的动词 advertise a product 就宣传一个产品 就做广告呗 advertise 还有呢 promote a product 就推销产品 这个promote在这 跟产品搭配是推销的意思 还有呢 develop a product 就开发一个产品 往往是新产品了 开发 还有呢 我们说launch a product 就推出新产品 这个launch不是发射火箭 发射卫星用这词吗 推出新产品也用这个launch 这个词 百分钟是宣传他们产品 然后这家有钱之后 生活不一样了 the old farmhouse the family live in wa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500,000 dollars home 他们这个人家 原来住的这个旧的农舍 马上呢 就要换成一个 50万美金的 一个新的 一个新房的新家了 这个the old farmhouse 是主语 farmhouse是农舍 后面那个the family lived in 是定义从具 就是这家人居住的那个农舍 b动词家to do b动词家to do 咱们在四日课讲过 它有好几个常见的意思 其中最常见的是 表示将来时即将怎么样 本文中是将来时 是即将呢 就过去将来时 即将被代替 replace代替了 被一个50万美金的 新房子所代替了 然后呢 后面就说了 并且他们的日常生活 被打乱了 你看 reporters kept pressing for interviews so lawyers have to be employed to act as spokesmen for the family at press conference 这个记者啊 一直都催促 我们要采访他们 所以呢 他们家人 就雇用那些这个律师 来呢 在这个记者招待会里面 充当发言人 这家人有钱了 可以雇律师了 我们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 前面这个白颜色的 依然可以看到句子主句 reporters kept pressing for interviews 这个keep doing something 一直呢 这个记者们一直都在催促呢 要采访 press for 是催促 就是这个敦促某人做模式 这个搭配咱们一会会说 那么 so引导的到拒末 使结构状欲从去 所以 所以律师被雇用 其实在这就相当于 所以他们一家人就雇用了一些律师 为什么英语中用被一顿动呢 用主动的话呢 就啰嗦了 还得说 the family 这家人雇用了律师去做某事 但是我们知道 是这一家人雇用律师 所以用主动结构就啰嗦了 我们不防律师被雇用 这样的话 那一家人就不用再出现了 这表达就简洁了 因为在上下文都很明确的时候 再说这个 这个family 这家人呢 就多了一些很无畏的字 所以律师被雇用 他翻了中文 咱们还得用主动 这家人雇用了律师 来干嘛呢 后面动作不定是 to do 到剧末这个划航线的部分 当然是一个目的状语 目的是为了充当发言人 就是为这个家人充当发言人 在什么呢 at press conference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发言人 这个act as 临时充当某个职务 就是临时的担任这个工作 律师本来不是发言人 但是在记者招待会 是临时当发言人 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边 首先看一看 这个迫切的要求 催促敦促某人做某事 就是本文中的press for 这个press for呢 可以加人 也可以不加 如果不加人的话 直接加这次for 就迫切要求这个事 如果迫切某人要求 某人做某事呢 可以在press for我们加人 本文中的有 都知道兵语了 就迫切要求这家人了 所以那兵语就被去掉了 somebody就不用再说了 好 下面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reporters press him for an explanation 记者迫切要求 他做一个解释 我一再敦促他 做一个解释 如果知道敦促的兵语是他 这个him就可以去掉 而变成更简洁的 reporters pressed for an explanation 就跟本文中的 记者迫切要求采访 就类似了 再比如说 I press him for his consent to our marriage 我一再催促他 同意我们的婚事 这个如果知道是催促他 这个him就可以去掉了 I press for his consent consent是同意的意思 我们可以加to 同意什么事 同意我们的婚事 敦促他 什么来做 这是press somebody for 也可以把somebody去掉 反正press for 但注意不要搞混了 有另外一个搭配 叫be pressed for something 这个搭配完全不一样 be pressed for something 就缺乏某个东西 这个跟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搭配了 这种被动 我们还是加其次付 比如说be pressed for time 缺时间 是个时间匮乏 be pressed for money 现在缺钱 be pressed for cash 这缺现金 be pressed for space 缺少地方 缺少空间 这都行 这是缺乏什么东西 注意不要跟主动的press for搞混了 好 所以他们说 记者们一切催促 我们要采访你们 一再催促要采访 所以这家人就不得不请那些律师 在这我们说用了被动 所以律师不得不被雇用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人喜欢主动结构 所以这家人雇用的律师 但是在英语中 他觉得这家人的family 雇用律师的就是这家人 我们知道肯定是这家人了 你要用主动还得写这家人 还得再写避养那个律师 就啰嗦了 而律师这个信息是必须有的 因为雇用的是谁我不知道 所以用被动的话 只说律师那家人 动作发出者就会把它去掉了 所以善用被动 可以让句子简介 这里又看到了 但是翻译成中文还是用主动 这家人不得不聘请了律师 来担任他们的发言人 act as 这个咱们以前见过 如果事物做主语 是翻译成当作什么东西来用 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用act as serve as function as 或者be used as 都是当作什么什么东西来使用 这个是我们在第三课当时就讲过的 这个大家可能有印象 the box acts as a seat 这个箱子是当作一个座位来使用的 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 但记住 如果是人做主语 人做主语的话 这个act as 不要是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而且是临时的 说明他本身不是干这行的 只不过临时充当这个任务 来临时担任这个工作 咱们看一些例子 my brother speaks french he can act as interpreter 这个我的哥哥或者我的弟弟呢 说法语 他可以临时充当一下我们这个翻译 interpreter是口译员翻译 这个职位前面可以不加贯词 是固定搭配 可以临时充当翻译 他说明他本身不是翻译吧 但现在呢可以给我们做个翻译 临时担任这个工作 再比如说四册第九课的 第一句话 王室间谍活动 四册第九课的第一句话 在新四册里面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ish camps disguised as a mistral 阿尔弗洛德大帝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那么打电成一个 银游歌手的模样 刺探到了丹麦人的军营里面去 这个是人作主义的 act as 临时充当 当间谍了 他本职工作是当国王 当间谍是临时担任 现在担任这个职务 二是有这么一个身份 这本文中还是这样的 本来工作呢是律师 现在临时担任他们的发言人 就这么一个 最后这个press conference 固定搭配 咱们这就讲了 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 然后后面说 while the five babies wile the five babies were still quietly sleeping in oxygen tents in a hospital nursery their parents were paying the price for fame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 语法充分分析 这个整个黄颜色的 到逗号之前结束 这是时间状态从语 当这个五个婴儿 还安静的睡在这个婴儿房 医院里的婴儿房的养气障礼的时候 就是还睡在那婴儿的养气障礼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亲就已经为名声付出了代价了 别看有钱了 但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 生活被打乱了 过正常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当然这个协定字指地点状语 在哪里睡觉呢 在氧气墓 在氧气障礼边 这个术语咱们以后解释 这氧气障礼在哪呢 在婴儿的 在医院的婴儿房里边 那是婴儿房 咱们看看一些术语的解释 首先oxygen tents oxygen是氧气 这个tent是帐篷 咱们可以发现氧气障 或有的时候发现氧木 这是一个术语 那是什么意思呢 a clear covering put over the head and upper body of an ill person to provide oxygen to help them breathe 一个透明的这么一个覆盖物 他放在一个人的人头和上身 在一个病人的头和上身 扣着这么一个透明的东西 像帐篷一样的东西 来给他提供氧气 来帮助他呼吸 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自己不能呼吸了 弄一个透明的像帐篷一样东西 扣住他的头和上半身 给他去喷出氧气来 帮助他去呼吸 这是成年人 如果小婴儿 可能整个就放在氧气障里边去了 这就养牧或者氧气障 这个树 另外后面这个nursery呢 也是个多一字 在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它表示a room in a hospital where babies that have just been born are looked after 就在医院里的一个房间 就刚刚出生的婴儿呢 在这个房间里面被照料 就医院里的婴儿房 婴儿室 这个就明白了 就我们说呢 这个他们的五个宝贝 孩子在婴儿房里 在氧气障里面正睡觉呢 他们的父母亲 their parents were paying the price for fame 已经为这个名声付出代价了 为什么付出代价 是固定搭配 pay the price for something 这个不是支付这个价格 而是付出代价 这个price在这翻译代价就好了 非常简单 咱们先看一个例子 being recognized wherever you go is the price you pay for being famous 只不过呢 这个price放先行词 我们家定语从去 you pay for something 还是来就pay the price for 对吧 因为你要把先行词 放到定义层里边来 还是pay the price for 那么无论走到哪 都被认出来 这是你为这个出名 而付出的代价 你有名气之后 认出来是这个 恐怕去哪个地方 就得戴着口罩了 因为随时随地 可不可以认出来 这是你付出的代价 我们再看47课里边 也会出现类似的用法 就是47课 216页的第一行 就是47课课文的第一句话 216页第一句话 pollution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an overpopulated overindustrialized planet 污染 就是我们为这个人口过多的 过度工业化的星球 所付出的代价 还是来自pay the price for 这是price先行词吗 we pay for something 这是定义从具吗 可以看到省掉了位置 还是来自pay the price for 为什么咱们付出代价 这个price表示代价 咱们的实务课 就讲过一些固定搭配 咱们再回顾一下 be a small price be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something 表示对什么来说 算不了什么 be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something 注意还是pay跟price搭配 后面戒指还是用货 表示对什么来说 代价太高 对吧 第一个呢 是很小的代价 第二个是很高的代价 第一个叫算不了什么 第二个对这个来说 代价太高 咱们再看例子 giving up his job wa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his children's happiness 辞去他的工作 对于他孩子的幸福快乐来说 算不了什么 尽管工作没了 但是呢 可以天天陪孩子玩的 说明家里有积蓄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算不了什么 再比如说 loneliness is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independence in your old age 在老年晚年的时候 还要独立 这个恐怕你要付出这个寂寞 孤单 这是一个太高的代价了 所以人上年之后 还是希望多跟子女 在一块 能够天天见见面 过于独立的话呢 恐怕这个寂寞 就是你付出的一个太高的代价了 这是固定搭配 be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or be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这是实物可讲过 咱们可以复习 好 看一下一句话 他说 it would never again be possible for them to lead normal lives 他们要再次过上正常生活 这几乎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事了 已经一生都被改变了 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看到了 这个lead什么什么live 这个我们多次讲过 就不重复了 lead什么live 或live什么什么live都行 这个live后面有单复出变 咱们看一看第九课吧 稍微复习一下 46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46页第一行到第三行 这个they指定猫了 they can be friendly and factioned towards humans 他们可能对人友好 而且充满柔情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ves of their own as well 他们都过了自己神秘兮兮的生活 这个来自lead什么什么live 这是用了复述 百分钟呢 一家人他也是用复述的 这就好了 只不过呢 他是正常生活 这个normalize 动词还是用这个lead 换成live也可以 我们说 they had become the victims of commercialization for their names had acquired market value 他们本身一家人 已经变成了 这商品化的 这个受害者牺牲点了 因为他们的名字 已经获得了一个市场的价值 这个变成了什么什么的受害者 这是个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顺便把它借助 叫be或者become the victim 复述 我用victims of什么 注意后面借词 一定加off 变成了什么什么的牺牲品了 这个off 这个好记 跟中文一样 中文是白烧得吗 这个地方叫off 我们先看一看 在182页 第22行到第23行 182页 第22到23行 这是咱们第40课的最后一句话 真假难辨 直到他看到 这个人真的是在给警察去打电话 Did he realize 这种盗装了 only吗 后面盗装了 他现在意识到怎么样呢 They had all been the victims of a hoax Be the victim 这是复述 victims of 注意 他们才明白 他们已经都成了一次恶作剧短 一个受害者了 一个牺牲点了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在本句中 They had become the victims of 什么什么 他们已经成了商品化的 商品社会的这么一个 一个 寄生品了 受害者了 Be the victim so 再比如说第四册的第33课 在education 教育这个书 第四册33课 他说 A man without an education Many of us believe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你看又出现了大片了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很多人认为 是一个逆境之下的 不幸的受害者 他只不过将修士于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是受害者 是什么呢 因为他被剥夺了 20世纪的最重大的机会之一 就是受教育的机会 是什么什么的一个受害者 注意后面 这次 加off就好了 那么他们已经变成了商品化 商业化的一个受害者了 这个商品化 商业化 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大概 先读一下这个名词 commerci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就是商业化 就是商品化也行 这是什么意思 看的动作 叫commercialize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mmercialize Iz结尾是美食品鞋 那么Iz结尾是英式品鞋 什么叫商业化呢 我们看usually passive 就一般用被动 多用被动 to be more concerned with making money from something than about its quality use to show disapproval 商业化注意 是个贬义词 就是更多的关注 去赚钱 从什么里面去赚钱 而不是关注它的质量 就只要赚钱就行 不关注主任 这个一般用它来表示不同意 表示一个贬义词 就这么一个 叫使商业化 我们看例子 Christmas has become so commercialized 圣诞节现在已经变得如此的商业化了 就是浓浓的过去的气息 反而被冲淡了 大家都想着怎么去赚别人的钱 这是个贬义词 百分钟commercialization 就是它的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就好了 毕竟它们的名字 已经获得了一个市场价值 什么叫市场价值呢 咱们也看看英文解释 market value 什么意思呢 the value of a product building etc 就是一个商品 或者一个建筑物 它的价值 什么价值呢 based on the price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for it 基于这个价格 什么呢 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而不是 the cost of producing it or building it 而不是基于呢 制造或建造这个东西的 这个开销 就市场价格 可能比真实价格 可能会高 或者也可能会低 就市场价格 就这么一个意思 他们的名字 已经获得了市场价值了 和我们说 instead of being five new family members these children have immediately become a commodity 本该呢 应该成为五个新的家庭成员的 但是这些小孩 这几个五个孩子 却立刻变成了一件商品了 他们已经获得价值了 很多人要利用这个孩子来赚钱了 这个本该怎么样 结果去如何 这小复习 instead of 加一个名词 做状语 后面再加主句 就本该怎么样 去如何如何 这个我们看一下第24课 118页第13行 咱们见过 118页第13行 这些老知的复习了 instead of becoming a doctor however he became a successful writer of detective stories 本该成为一个医生的 然而他却加好一倍 转折的味道更强了 然而他却变成了一个成功的 侦探小说的作家 本该如何 结果却如何 本文中 本该成为五个新的家庭成员的 这些孩子却立刻变成了一件商品了 好 第三段呢 相对这个句子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45课 课文不长 但是我们发现45课的可模仿性 还有精彩的句式结构 却特别的密集 尤其在第一段第二段里边 模仿性可模仿性非常高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好 45课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